大家好,欢迎来到临时小学校夏日原理课程 那我是今天的讲师Ronnie Wang 我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用QGS画地图 那这堂课可以教你什么呢 首先会告诉你什么是地理坐标投影 然后以及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地理资料 然后怎么用QGS来拿地理资料来画图 那上这堂课之前你要准备什么呢 你只要准备好一件事 就是只要安装好QGS就可以了 那QGS是一套免费的开源软体 所以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免费使用 那它是另外一套商业的ArcGIS的一个替代软体 那ArcGIS本身需要几十万元 但QGS是免费的 但它能做到的事情是几乎一样的 那它有Windows版也有Mac版 所以无论你是用Windows还是用Mac 你都可以来这个地方下载 那也建议就是要上课的同学 可以先来这边下载安装好 那么等到之后 后面同影片再讲到QGS操作的时候 可以跟着我的影片一起操作 好的 那课程一开始 想要先分享一下 今天这个课程可能会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首先第一个是想要教大家什么是坐标系 那么坐标系的话 我们最常用的坐标系就是精度跟纬度 那坐标系主要的功用是用来描述 它是坐标系统 它是用来描述说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在地球上的哪里 所以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精度跟纬度 那精度跟纬度是因为地球是圆的 那么我们会利用就是地球的南北的角度跟东西的角度 然后去算出来精纬度出来 所以精度是到-180到正180 纬度是-90到正90 它都是很接就是360的倍数 就是因为它就是把圆周对应过去的 那么台湾的精纬度大概所在位置是在精度大概120到121之间 纬度是在22到24之间 那么我们在做地理知道的时候 其实很常会遇到另外一个坐标系统 叫TW97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精纬度而有的时候会用到TW97呢 原因是因为精纬度像刚刚讲的 它是利用圆 就是地球是圆的 它利用圆形的阳角跟左右角度所出来的坐标 所以其实它这个数字单位是度数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在计算这两点之间距离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办法直接用 就是用一般的那个距离公式来计算 因为其实地球是圆的嘛 你计算 这个度数算出来 你只能算到它的度差别是差几度 但是你算不出来它的距离 距离你可能还要另外要加上 什么口塞的公式才算得出来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很常会需要有距离呀 面积呀等之类的一些需求 那因此像TW97坐标系 它就是把这个蓝色框框的 左上角是圆点 然后把它往右几公尺 往下几公尺 得到的那个点就是我们的坐标位置 所以TW97的好处是说它的单位就是公尺 那我们要再计算一些距离呀 我们要计算一些面积的时候 它是非常好计算的 而且其实我们不要看全地球的角度 我们只看台湾这个区域角度的时候 其实它就算把它当作平面的公尺来看 其实是蛮准确的 所以很多的 你从台湾下载很多地理资料 它都是采用TW97这个坐标系统 那台湾本岛在TW97的坐标系统 差不多的位置是在 就是X是在15万到35万之间 然后Y是在240段到280万之间 大概这样的数字范围内 那因为它就是公尺嘛 所以这样我们大概知道说 台湾的宽度大概是200公里 然后高度大概是400公里 对这就是台湾本岛的长宽这样 好那其实我们不太需要知道 它怎么把它换算成经纬度 我们只要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有经纬度 台湾范围带在这里 以及有TW97坐标 台湾范围带在这里 我们这边只要知道这样子就足够了 那再来我们讲地理资料 我们在讲地理资料时 我们通常会讲到有地理资料跟属性资料 那地理资料会有点线面相关的资料 点的话就像我给你一个经纬度 然后它就是一个点 所以例如说我有捷运站点资料 那就是我有台北100多个捷运 每个捷运站的XY的位置 那它是一个点资料 那么线资料的话我们可以像是高速公路路线资料 捷运路线资料 河川的轨迹资料 这都是算线资料 它是由很多点组合而成的 那面资料就是像是我们讲村里的形状 乡镇的形状 这样都算是面资料 那地理资料主要就是用来描述 它在地理上的位置用的 那每一个地理资料 其实都会有对应一个属性资料 例如说像前面讲的点资料 假如是讲捷运点位资料 那它可能就会有对应 它的每个点都会有一个属性资料 那属性资料可能就有一些栏位 像是如果是捷运资料 它的栏位可能就会有 它的捷运站点名称是什么 然后它是哪一个线 它是板南线还是文湖线 然后以及它是 它可能有几个入口几个出口 它会有这样很多不同的属性资料 所以我们在做地理分析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要做地理资料 也就是点线面资料 以及它对应的属性资料 做互相连结来计算 那再来就是在讲ShiftFile这个格式 ShiftFile这个格式是我们在做地理运算的时候 很常用到的格式 但是其实ShiftFile它并不是一个档 它其实是由好几个档案组合而成的 那通常我们会用Zip压缩档 把它压在一起 那这边是结录至维基百科里面 对ShiftFile的介绍 那里面就讲到必须的档案 有SHP、SHX跟DBF 那SHP里面储存的图形格式 也就是储存地理资料的东西 那么DBF就是拿来储存这个属性资料的东西 所以一个完整的ShiftFile 至少包含这三个档案 那所以通常我们要交换ShiftFile时 我们就直接把一个压缩档的别人就好了 所以常常有人会发生说 请给我ShiftFile 结果有人只给它SHP 那这样这个ShiftFile就是无法使用的 必须要提供压缩档 把所有档案一起提供 这ShiftFile才是能够被使用的ShiftFile档 好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 今天课程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再来就是要来讲 那我们假如想要资料的话 那资料从哪里可以找呢 那这边也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社会经济资料库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网站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政府资料 而且它的政府资料 都是已经依照县市、乡镇、村里 然后并且依照时间都排序好了 所以例如说我这边点一下产品总目录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就会列出来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料集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行政区的人口统计资料 那么它是一季就会公布一次 所以从民国97年一直到现在的 每一年的3月、6月、9月、12月 都会有资料 而且它的单位有到县市、乡镇、村里 所以你想要到多细 你细到村里 它有7000多个村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关资料 那它的栏位有户数、人口数、男生数、女生数 那等一下我们第一个练习 也就会拿这一份资料来做练习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进来这边晃一晃 这边其实里面有蛮多有趣的资料 例如说像最近刚公布的电信信令人口 就是依照电信公司的基地台的统计数字 算出来各区域平常白天晚上停留到多少人 的一些统计资料 所以这边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像有年龄啊、有土地啊 甚至有劳动啊、环境啊、工业啊、农业啊 各式各样的资料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找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这边找资料 那另外一个资料平台是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Data.jv.tw 那这里面有就是政府各机关都可以丢资料上来 因此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可以找 但也因为它本身它没有像社会经济资料库一样 是局限在地理相关或者是社会经济相关资料 在政府资料开放平台上面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多样化的 那所以其实上面资料也是蛮良幼不齐的 也有蛮多资料品质很差的资料在 那所以要使用这边资料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比较需要知道怎么清理资料 或怎么样了解它资料的内容 所以以上两个是主要我们是可以拿来 就是找资料用资料的两个常见的来源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课程的重点 就来画地图吧 那我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需要的资料来源 就是我们第一个练习 是拿这一份资料 就是它里面有户数 人口数 男生数 女生数 那么它的资料长的是这个样 我们想要试着用这个里面的男生数 女生数 然后我们来画出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地图 那这样的地图就是颜色越偏红 表示说女性的比例越高 然后颜色越偏蓝表示男性的比例越高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说各乡镇 哪些乡镇男生大于女生 哪些乡镇女生大于男生 那比例是多少 我们想要画出一个这样的地图来 那么我们用到的资料 就是刚讲的行政区的人口统计 那这份资料包含了所有的乡镇 所有的村里 它的有几户 有多少人口 男生有多少 女生有多少 那我下面有帮大家把资料画出 就是列出来 它资料长的是像这个样子 它有乡镇代码 有乡镇的名称 有县市的代码 有县市的名称 然后以及这个HCNT就是户数 PCNT就是人口数 MCNT是男生数 FCNT是女生数 然后以及这资料是 民国110年6月的资料 那么我们要怎么 首先要先怎么下载这个资料呢 其实在社会经济资料库下载资料 其实会可能第一次下载的人会觉得 它的操作方法有点奇怪 所以我这边就会介绍一下 那我这边点进来这边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行政区 其实你可能找不到下载连结在哪里 因为这边会告诉你说这资料有一些就是诠释资料 但如果你要下载它的话 你要到右边这边有个连结的图示 然后点进来之后 这边会把连结显在这里 那你要把它复制下来 再把它贴到网址列 贴上然后送出 这样才能够下载这个资料集 这是使用社会经济资料库 常会遇到的就是到底要怎么下载这个资料呢 好所以我们下载好了 那下载完之后 社会经济资料库的资料 它虽然是压缩档 但它把sharefile包了两层 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拿这个东西去使用 我们必须要先把它解压缩 所以我现在把它解压缩开来 那解压缩完之后 我们看到里面会有几个档案 那首先这个第一个就是 它是shp.zip结尾的 那它这个就是sharefile 它就是把我们刚刚前面讲的sharefile 需要的几个档案都包在里面 那除此以外它还提供另外一个csv档案 那这csv就是 如果你今天想用e-sale啊 或用其他资料分析工具分析 你不需要用到整个轻尾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csv来处理 那还有info跟schema.ini两个档案 那info就是拿来描述这个资料集 就是里面内容是什么 然后schema.ini 就是它的栏位的定义是什么 那我把这个schema.ini 我把它搬到 就是浏览器来看一下 那它会告诉你说 它有哪些栏位 比如说它有限制代码 县市名称 乡镇代码 乡镇名称 然后以及我们的重点就是 诶 户数是在哪个栏位 人口数在哪个栏位 男性人口数在哪个栏位 女性户数在哪个栏位 那这个资讯会对我们就是做资料分析时 蛮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到底 每个栏位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社会经济资料库 下载资料的时候 这个schema.ini档案 是蛮值得打开来 让你了解一下这资料的栏位的 尤其有些备注会告诉你 它的这资料是怎么样被就是计算出来的 好 所以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档案拖到QGIS中吧 那首先我们在使用QGIS的时候 那第一件事情是要在Project这边按New 就是我们要开一个新专案 所以这样我们就开一个空白的专案了 那其中这个空白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拿来画地图的地方 那么左下角这个layers就是图层的意思 那这边就是我们可以放很多的图层在这里 那首先我们先把刚刚的shapefile把它拖移进来 我们把它拖进来 那拖进来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 我在这个压缩板里发现两个档案是可以汇入的 一个是dbf 一个是shp 那我们要汇入哪个呢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汇入shapefile的话 那你就只要选shapefile就好 就点shp就可以了 那我们选完之后 我们就看到我们一个乡镇地图就被画出来了 那我们也会看到说 左下角这边我们刚刚拉进来的图层 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图层我们是可以开关的 因为等到你有很多图层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会想要切换一下 你想要看到哪个不想看到哪个 你就可以按这个勾勾做切换 那再来在使用QGS的时候 常用到的几个 最主要用到的两个模式 一个是我们这边 左上角看到一个手掌 这个手掌是拖拉模式 就是你可以按住滑鼠左键 按的不放 你就可以拖拉地图位置 然后以及在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卷动滑鼠卷轴 就可以拉近拉远 所以这在我们浏览地图的时候 是很方便的功能 这是手掌模式 那另外一个常用的模式 是资讯模式 在这个地方有个I 按一下资讯模式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在 游标点到任何一个点上 那么你就可以在右下角看到 它的这一个点 它的资讯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遇到乱码的问题 那遇到乱码该怎么办呢 那遇到乱码的时候 我们只要到这个图层这边 按右键选Priparities 我们很多今天上课 很多的功能都会在这里面 那Priparities里面到Source 这边原始资料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个Data Source Encoding 我们把它选Big 5 就是在很多的中文资料 都是用Big 5这个编码 那按一下OK之后 那我们再重新点一次 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了 它是南投线的人爱像 所以如果你遇到乱码的话 就记得到Priparities 然后里面Source把它换成Big 5 那么刚刚讲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功能 都会在Priparities里面 那其中这边最常用的是 第一个是Zone 2 Layers Zone 2 Layers就是我有时候换成托放模式 然后我有时候卷到太远了 或者卷到就是已经不知道台湾到底跑哪去了 不小心一卷卷到台湾在这么小的地方 那这时候你可以按右键选Zoom 2 Layers 就是缩放到这个图层 那它就会帮你直接把台湾缩放回来 所以当你有很多个图层 然后那个图层位置又可能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Remove Layer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图层删掉 因为有可能我加了太多无用的图层了 那我需要让那个我的地图单纯一点 那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那么OpenAttributeTable 就是我可以看这个图层的资料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我整个资料长得是这样子 那我的栏位就是 乡镇代码 乡镇名称 县市代码 县市名称 然后加户数 人口数 男生数 女生数跟资料时间 然后以及Puperties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我们要切换编码可以在这边切换 那我们等下也有一些功能会在这里面处理 好 所以这边讲的是遇到乱码怎么办 然后已经我现在知道都可以看到了 好 那再来讲一个就是说 怎么样去修改地图的样式 那它地图预设是有框线跟全部都一样的颜色 但我觉得我看这个颜色不太喜欢 我想换一个颜色的话 我可以怎么处理呢 那我可以在图层按右键 然后一样Puperties 然后这边有个Symbology 里面这个是专门拿来就是设定地图样式的 那其中这边我们Fill它预设是就是Single symbol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图案都是用一样的样式的 那这边我们在Simple Fill这边就有一些东西可以设定 那像Fill Color就是我想要用什么颜色填满 所以我这边我可以换其他颜色 例如说我换成 换一个 黄色好了 OK 那我们的地图 就会被我变成这个颜色 那我们除了设定颜色以外 那我们还可以设定说它的框线 它的框线要用什么颜色 所以Stroke Color就是框线的颜色 那Stroke就是框线的粗细 所以我们可以把线变粗一点 那线就变粗了 所以这个地方都可以让你设定 就是你要的脸线面的颜色跟粗细 要长什么样子 这边都可以设定 那Fill Color也可以设定成 就是我按右边的这个下拉选项 也可以选成透明的 那选成透明的话 那它就只会留下框线 就不会有里面的颜色 这些都是可以设定的 所以投影片上也有说明 所以如果你记得哪一个选项是干嘛的 你也可以回来投影片看 那再来就是今天上课的重点了 就是要教大家怎么使用建成模式 那建成模式也是QGS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现在用Properities 然后进去里面 然后来设定样式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选单换成Graduated 就是建成模式 那建成模式这边有几个选项可以设定 那首先第一个Value Value就是说我希望依照哪一个数值来做建成 那我们因为今天目标是想要做那个 就是男女比例地图嘛 那所以我们希望建成的条件 就是拿女生比例好了 那女生比例怎么算呢 那这边其实可以按下拉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哪一些栏位可以使用 那QGS的就是这个建成模式 它只能拿数字栏位 所以它这边只有发现这四个栏位数字 其他栏位都是文字 所以就只有这四个栏位可以用了 那么我们要女生比例的话呢 就是拿女生去除以总人口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女生比例的百分比 那这个比例正常来讲应该是接近百分之五十啊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按这个classify 按下去之后 它预设就是帮你把这个女生比例的百分比 分割成五个区间 它预设这边是五个 所以我们之后还可以把它增加 它就可以变更多 也可以减少 那么它就帮你变成五个区间 所以女生比例37%到46%是第一个区间 46%到48%是第二个区间 48%到第49%是第三个区间 49到50是第四个 50到53是第五个 所以它帮你分了五个区间 那这区间是它制度帮你算的 因为台湾的三百多个乡镇中最小就是女生比例 女生只占百分之37 然后最多女生占百分之53 它帮你已经就是最小最大列好了 然后帮你分裂成五个区域 那其中这边有个模式 这个模式我们最常用到的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EcoCamp 就是它帮你会这五个分 这五个分层都分得差不多比例 所以假设我们台湾有三百六十个乡镇 那会帮你分到说这五个区间 个别会有72个乡镇 这样就是很平均的就是分布 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的间距其实是不一定的 就是它37到46%这边距离了9% 大概46到48%只距离了2% 48到49%只距离了1% 原因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乡镇都聚集在 就是48%到50%之间 所以这边呢就会比较密 然后这边就会比较窄 所以这是EcoCount的这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EcoInterval就是等距 那这个就是它确保说 我每一个的%相差都一样 所以它这样子用EcoInterval之后 它就变成37%到40%这样子隔3% 48到43%隔3% 43到47%又隔3% 它就固定每个都隔三个百分比 那这两个就是依照你想要画什么样的地图 你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 好所以我们现在按一下OK 看看它会变什么样子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图 已经被我们就是着满个颜色 然后其中左下角这边也会看到 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37%到40%是这个颜色 然后一直到颜色越深 那就是女生的比例越高 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就是女生比例很有多高的一个地图了 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就是其实女生比例要超过50% 才算是女生多嘛 要不然其实应该是男生多 可是这一个这样的颜色配色 其实我们好像看不太出来 这个相对是男生多啊女生多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比较好看出来 就是男生女生比例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到ColorRamp 这一个就是色阶的地方 那么我们刚刚的预设色阶是 左边是白色右边是红色 那我们可以选择就是 我们想要它的色阶是从哪里跑到哪里 所以因为我们的数字是用女生比例嘛 所以女生比例越高是在右边 女生比例越小是在左边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个 很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配色 就是左边是女生少嘛 所以就是男生多 那我们左边用蓝色 那么右边是女生多男生少 那我们右边就用红色 那么中间它预设帮你用一个红色跟蓝色 中间色就是紫色 但我蛮希望就是中间 我不要用那个紫色 我帮我用白色 那我可以在中间点两下 点完两下之后 它就多插一个新的点了 那这个点我点一下这个点之后 我把它选白色 那这样它就帮我用了一个 这样的色阶出来了 我就按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它的色阶就不是像刚刚的白到红了 而是它是先从蓝到白 然后白再到红 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再OK一下 看一下感觉 OK 所以我们这样看到就 有看到有一些是蓝色 但大部分都还是红色 那所以这样子表示台湾的女生多于蓝 诶这样是正确的好像不对 因为我们好像新闻上看都说台湾其实男生比女生多很多吧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目标应该是要50%以上是红 50%以下是蓝 可是因为它中间点在这里 就是44%左右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的中间点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中间点正确呢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把它点变 就是它的分层变多一点 那分层变多一点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50%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50%大概是在后面的差不多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位置 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才是50%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就是可以来射接 我们把这个白色的位置往右移 差不多移到这个位置来 那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射接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刚的射接 那我们现在射接就前面都是蓝的 然后一支蓝蓝蓝蓝蓝 那有没有差不多50%后变白的 现在感觉起来是有 差不多到50%之后 它就变白的 然后再来是红的 好所以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就按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地图就变成说 蓝色就是那个男生多 红色就是女生多 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颜色配色在这里 所以蓝色越深的像这个深的地方 就是男生的比例真的比女生多很多 那相对起来 红色颜色越深的就是他女生比女生多的 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 跟这边产生出很接近的地图了 那再来我们可以把框线再弄得比较淡一点 这样让我们比较能凸显出它的地底位置来 那么我们进到了这个就是建成模式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再去调宽线的那个宽度呢 那在这个这边有个value跟那个ledger format的中间有个simple 那这个simple就是跟我们刚刚那个调那个样式一样 这个simple feel 那这边可以设定就是你要的宽线的那个宽度 那如果你想要宽线细一点 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把线变得细一点 那如果你想要让线完全消失的话 那你可以在stroke color就是你线的颜色这边下拉 一样这边选透明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线消失了 所以这样子设定完之后 我们就只剩下就是他那个 看到有颜色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宽线 就是线了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的地图变更漂亮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来加个线式线 界图 然后把它插入进来 那这边我们就用到政府资料开放平台的一个 直辖市的线式界线 就是他把台湾的16个线式的界线给画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下载它 然后我们下载它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拖移到QGS中 那这边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这压缩到里面 只要一层就到share file 所以它告诉你 所以我在压缩档里面找到这些档案 我们要汇入哪一个呢 那我就选share file就好了 好那么我们选了share file之后 然后我们先把本来的我们刚刚的行政训练口拿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限制资料 可是我们拿掉之后 我们找不到限制资料 为什么呢 那这时候我们按那个 刚刚讲的有一个 zoom to layers 就是我们可以缩放到图层的功能 我们在这个图层按右键 按右键选zoom to layers 我们可以看到有台湾的位置 可是那个 好像它的位置跟我们刚刚的那个限制位置差很远 所以造成说好像两个没有办法叠在一起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这问题呢 那我们到图层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把滑鼠移到随便台湾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下面这边有一个坐标 那这个坐标是我们这图层的所在位置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限制戒图 它的坐标位置差不多是在就是什么120啊 120 23之类的 那就是很像是我们看到经纬度的位置 但是我们现在改成zoom to layer到刚刚的相阵地图的时候 下面的坐标变成了几十万的数字了 我看到下面是229000到2572450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回顾我前面讲的坐标系 经纬度它的坐标系差不多是120到121之间 经度是120到121之间 纬度是22到24 然后t-197它是差不多15万到35万 跟240万到280万之间 所以说 这一个限制戒图它用的坐标系是经纬度 但是这一个相阵它用的是TW97 它坐标系都不一样 所以造成它图无法叠在一起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只要在这个图层按右键 这边有个layerCRS CRS就是坐标系的意思 然后进去里面有个set layerCRS 在这边你就可以搜寻坐标系 然后选择你要什么坐标系 所以像这个相阵界图它是TW97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TW97 你可以输入TW97 那么你也可以输入EPSG代码 那EPSG代码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其实全世界用地分析的国家很多 就每个国家都会有用自己的分析系统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坐标系 那么所以全世界可能有上千个不同的坐标系统 那么EPSG就是它把全世界的坐标系统都给列上了一个代码 那这个代码像是经纬度的代码就是4326 那么TW97的代码就是3826 那这两个就是我们在处理台湾上最常会用到的 所以这两个就是建议说 之后大家可以回来投影片找这两个数字 4326跟3826 所以如果你要设定TW97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3826 一样可以找到这个 就是TW97这个坐标系 好我设定好它是TW97 然后我到这个线世界图这边 我去设定它是4326也就是经纬度 好那这时候我再重新选一次Zoom to Layers 好那我切换这个线世界图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现在图是非常漂亮的叠在一起了 所以这样子我就成功的把两个图的坐标系统一了 所以它就是一样的位置了 好那再来就是我现在线式是被压在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乡镇上面 那这时候我可以再去线式去更改样式 改样式就是在Properities里面 然后Symbology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SimpleField里面的填色 它本来帮我填了一个土黄色 那我把它换成 就是透明的 所以就右边的下拉选一下 然后选透明的 再来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画好一个 我们成功帮刚刚的那个乡镇的男女比例 再加上一个县式 那这样子加上那个县式框线之后 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知道说 哦原来像这边是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然后所以中间是台中市 彰化 然后云营 嘉义 台南 这边是台南市 然后高雄 所以这样子 加上这个框线之后 我们整个就是地理位置就会变得比之前更好 更好看了 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画好了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 就是可以看到台湾的 就是县式边界 而且颜色 颜色也蛮清楚的一个地图 那么我想要把它再输出漂亮一点 我可以怎么做呢 那你可以按上面的project 然后project点进去之后 可以按new print layout 就是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 印刷用的一个牌板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取名字 那我就取名叫男女比例地图 然后进来之后 你就会有空白的一个就是牌板 那这空白牌板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上面的add item 就是增加item 然后可以选add map 然后再来选完add map 就增加地图之后 然后这时候 你的那个游标会变成一个十字型的 你就可以选我要把地图放在哪里 我就按住然后拖拉 就可以把地图放在这儿 它就帮我把地图画在这儿 所以这个位置我也可以拖拉它 那再来add item这边还可以加一个add legend 就是增加图力 然后一样我把图力放到右下角 那么我们就看到 它会帮我列出来就是 哪一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比例 那这样子的地图 你会觉得这个台湾对的不是很准 就是台湾下面好像屏洞被切掉了 那要怎么解决呢 那这时候你可以按回另外一个视窗 把它拖 拖移到就是你觉得OK的位置 缩放到你觉得OK 然后再回来 再回来这里 然后要重新整理 然后怎么重新整理 按这个重新整理 这边有一个符号 然后再回来 再重新增加一次 好,所以 我有点忘了怎么让它重新整理了 所以就建议大家增加地图进来之前 就先把位置瞧到一个还不错的角度 这样子插进来时才会是OK的 那么因为我现在又在增加地图之后 就盖掉刚刚那个图例了 所以右边这边其实你可以拖拉修改顺序 让谁在上层谁在下层 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做好一个地图 这地图是有男女比例颜色 然后右下角也有图例说什么颜色代表什么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按上面的layout 然后按export as image 就是我要绘出成图案 按下去 然后 它就会跳出来说 我想要储存成什么格式 那我想要储存成png 我就储存 然后再按save 那么它就会帮我 存成一张图片了 那这张图片你就可以用在你的报告上 你的论文 你的或是新闻报导 或是任何地方都可以 这样我们就画好一个资料地图了 这样子的一张资料地图 好 那么最后再一个就是 因为社会经济资料库的share file很贴心 它帮你它提供给你的share file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资料了 所以我们只要下载一个share file 它就做好所有的事情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的资料都这么的贴心 或是有的时候你想你要自己分析一些资料 你要处理一些资料 然后你可能会有自己的excel或者csv 那时候要怎么处理呢 那我这边就是第二个练习 是一个我自己拿了那个就是社会经济资料库的年龄五分位的年龄资料 就社会经济资料库有公布一份资料是年龄的五分位 就是0岁到5岁 5岁到10岁 10岁到15岁 15岁到20岁 这人口多少 一直到90岁 100岁以上都有 那我自己拿程式去把这些东西就是计算成 就是年纪的平均年龄跟年纪的中位数 所以平均年龄就是那个村里或那个乡镇 大家平均年龄是多少 中位数就是最中间的那个年纪是多少 所以我做成一个这样子的资料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下载就是这个csv 把它下载成csv 然后把它汇入到就是那个汇入到qgis中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先下载一份就是空的 也就是只有地理资料的一个乡镇市区界限图 那我们就来这个地方下载 然后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先拖到qgis中 我们先把刚刚的那个地图先删掉 我们重来一下 我们先重新new一个project起来 我们刚刚的不要存档 先进一个全新的 好首先就是刚刚我下载的这一个县市界限 我先把它拖移到qgis中 然后一样我就选shavefile就好了 好 它的那个 我们看它那么偏北边 应该是因为下面还有南沙东沙群岛也在下面吧 所以它才会 就是汇入进来的时候 台湾还在那么北边的位置 好那么我们首先就是一样就是先看一下 open data attribute 看一下那个资料的 它是都是那个正常中文字没有乱码 所以它就那个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处理编码了 然后再来是它的相镇代码在这里 timecode 就是它的这个相镇代码跟我这边的 这一个timeid是可以连接的 所以就是这个县市将界的timecode 跟我这边的timeid两个是一对一 可以连接的 我们就注意就是我们可以连接它 那好我现在把地图汇进来了 那我把它为了方便我们接下来上课不要搞混 所以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相镇界线 相镇界线图 好然后再来是我们把刚刚从那个就是 试算表上面下载的csv 我们把它汇进来 一样拖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csv了 那我们看到csv也变一个图层了 但这个图层本身因为只有csv 它本身没有点线面的地理资料 所以就是它没有那些什么中途类啊 没有那些相关的功能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open attribute apple 我们可以看到它资料也汇进来了 但是这时候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 就是因为csv本身就是只会有一个一个栏位 那在qgs中 它不会帮你自动判断说 你这个栏位是数字还是文字 所以我们到preparities里面 我们这边有个field 就是栏位的意思 我会看到它告诉你说 这个图层有的这些栏位 但是这些栏位type 它们全部都用stream都文字 那我前面有讲到说 我们要做建成地图的时候 它只有数字才可以拿来做建成 它文字是不能拿来做建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人数啊 平均年龄中位数年龄 这几个栏位其实我们现在没办法直接使用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使用这三个栏位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到上面选单选 processing 然后选tourbox 然后选完tourbox之后 然后我们看到右边就会多一个processing tourbox 然后我们往下拉 拉到有一个叫做 vector table 然后点开来 然后在里面找有一个叫做 reflector field 就是我们要把栏位做重整 那详细的这个位置我们有写在同影片中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它在哪位置的话 可以在这边找 那找到之后 这边就是input layer 就是我想要从哪里当作输入 那我们输入就是拿这一份csv 就是总位数年龄 那么它 这边的话我们就注意说 它的那个右边的选项 它自己乱猜了 就是说它猜timeid是date and type 但它猜错了 所以我们先要记得改成就是text 就是存文字 然后以及最下面的人数跟平均年龄跟中位数 这三个我们要换成 如果人数是整数 那整数的话你就选int 就是这个 那你就选int whole number就好了 那平均年龄它是小数点 那小数点就应该选double 这样三个都选好后 然后 最后我们再按run 让它做处理 那我们这边处理完后 我们就可以close了 我们就看到这边多了一个图层 新的图层reflected 就是已经被处理过后的 然后我们在open attribute table 打开来看 资料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去那个 properties里面的field看的时候 它已经下面变成int double 就是它帮我变成数字了 那有这样子的栏位后 我们才可以就是做到 刚刚的那个渐程颜色的设定 好 所以这边就是怎么样去转换成数字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连结了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个相证资料 就是它现在相证界限 它有的栏位 只有这几个 就是譬如说相证的县市名字 相证名字 然后县市的英文名字 它只有这些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 跟这个做连结呢 那首先我们先选这个相证界限图 按右键 然后properties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joins 就是连结 点进来之后 再按这边的加号 那这边的话就有三个东西可以选 第一个是你要跟谁做连结 那我们就跟reflector 就是我们刚刚产生出来这个做连结 那么第二个是join field 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哪个栏位跟它连结 那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要用那个 用town id 然后再来第三个town field 就是说是用哪一个 是我们自己的哪一个栏位 那我们刚刚讲是town code要去连到town id 好所以这样就ok ok 好这样设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open attribute table 我们就看到它成功帮我们把原来的资料再到这边 它把那个就是reflector的资料 就是也都弄进来了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有每一个相证的平均年龄 中位数年龄跟人数了 那所以一样就可以重复我们刚刚的动作 properties 然后 Symbology 然后在这地方我们选graduated 然后我们的数字就可以选比如说中位数年龄 然后 帮我们classify一下 然后我们一样选ecointerval然后多一点好了 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就是乡镇的有点像是老老化地图的感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像那个这边 台北新北市的右边就很红很红 因为它的那个就是老化情况就比较严重 那左边就比较年轻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好像都会区这比较年轻 这比较年轻一点 好那上面就是教了大家一个练习是怎么做建成地图 然后以及前面是假如sharefile本身就有资料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资料画出来 那假如sharefile没有资料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连结 那其实上面今天讲的只有qgis qgis的算很小的一个功能 那qgis其实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它也可以跟google map做结合 所以我们可以叠在google map上 那也可以跟wms叠图 就是我们可以去把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其他的地图也叠进来 那可以做很多像距离啊 地理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分析 其他都可以做到 那么如果你想要学更多的话 那么可以到这个就是中研院的中研院有个gis的 gis的一个研究的研究的网站 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学 可以让大家参考 好那所以最后来讲一下作业吧 那我们今天的作业 其实就是 来做两个就是我们 今天前面讲的男女比例地图 然后以及乡镇平均的地图 我们把这两个画出来吧 那如果你感兴趣 你有兴趣想做更多的话 那么也欢迎可以翻一下社会经济资料库 然后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资料集可以找 尤其像这边的产品与目录查询 这边进去里面 其实有看到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分类 你可以挑你感兴趣的分类 然后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资料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 其实像是财税资料也蛮有趣的 尤其上次前几个月 那个社会经济资料库才公布的就是 各乡镇平均的 所得税的那个总额 所以那也是一个你可以知道说 哪些乡镇很有钱哪些乡镇很穷的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数字 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找数字来做 那么作业找交方法可以参考这个连结 那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上这堂课 那么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学到怎么样画地图 是最后一张同一遍吗 是最后一张的 好 那就这样子了 然后以及我们下礼拜六 会有office hour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到那个就是office hour来问 那或者是到gmyslac的 EDU CAM channel上也可以随时发问 或者是gmyslac的GIS channel上也可以随时发问 一定有很多人会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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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